Evolution通常翻译成演化 如果翻译成进化 可能不太正确 因为当物种改变性状来适应环境时 它有时候会退化 而进化跟退化 其实都算是演化 音乐的演化呢 常常是由简单变得繁复 但是也有可能从繁复变简单 例如以下所要介绍的庞克乐 在1970年代初 摇滚音乐也相当兴盛 发展出繁复的音乐技巧 然后演唱会的舞台规模 变得越来越大 有些乐团就变得非常商业化 例如华丽摇滚 它就比较讲究舞台上 繁复华丽的视觉效果 在旁边的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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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华丽摇滚 我发展出繁复的词上 词上 词上 另外还有吉他之神 Jimmy Hendrix 他创造了一些新的演奏技巧 非常酷炫 那比较重视思想的文青呢 可能会喜欢前卫摇滚 Progressive Rock 前卫摇滚呢 他希望摆脱流行乐的套路 然后提升歌曲的艺术性 追求细腻跟复杂的音乐技法 有时会结合西洋古典 跟爵士乐的元素 在歌词上会触及 比较深刻的哲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提到了华丽摇滚的舞台 奠其他的繁复技巧 然后前卫摇滚的艺术深度 然而到了1975年 庞克月的反扑归真 这些他都不要 他只要三个和弦 狂野的唱强 还有直白而叛逆的歌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帮大家的古文运动 这个运动是为了抵制 过度华丽的平文 提倡扑直率真的创作 同学的这个想法 真的是太棒了 不过庞克 他还有其他的特质 庞克青年对社会感到不满 唱出厌世歌曲 歌曲的主题 常常跟被压迫的 下层阶级有关 而我特别推崇庞克青年的 另一个理念 DIY Do it yourself 因为庞克音乐比较简单 所以许多人都能自己创作歌曲 这对摇滚乐的普及 很有贡献 音乐没有必要都高高在上 就算是初学者 只会三个和弦 他也应该用非常简单的技巧 来表达自我 至于在音乐比赛中 完美的表现 然后赢过别人 看起来很厉害 不过那不是你的作品 初学者的创作太简单 不够精致 没有得名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